好 來 我們首先歡迎黃永福老師 請問2023年十二生肖的整體運勢如何 我們從老虎年進到兔年 風水輪流轉 那麼十二生肖也是各季運氣會有 所以不一樣 有的由壞轉好 有的由好轉壞 各季運氣不同 那生肖有好有壞 但是同一個生肖裡面 也是有好的神煞跟壞的神煞 所以我這些排名各位做參考就好 他不是絕對的 不是說絕對哪個生肖今年就特別好 或者哪個生肖就特別不好 大概不是這樣子 只是說我們好的人 如果這邊好的人 你也不要太高興 他是提醒你要小心注意 居安思維 但是如果壞的你也不要難過 他是叫你要更努力更努力 要掌握自己好好的 掌握自己新的一年 兔年的命運 三分天主定 七分哭八年 對不對 好的時候我們還要拚 如果不好的時候 我們也要跳過那個蟲舞 對 提醒我們自己要小心注意 認真做事 它是重點在這裡 好 我們就把十二生肖 依照我們的流年生肖 我把它排出來 再強調它不是絕對 而是一種相對的 那我們從中間開始 照我眼力 從中間開始開講 我們從第六名開始來開講 好的 第六名 第六名的生肖是哪一個生肖呢 我們看一下是屬兔的朋友 今年兔年就是兔 所以要知道兔年怎麼兔呢 因為我們知道他犯太歲的人 他不是極好 可能也是極壞 他這裡今年是太歲 又有一個文昌 那台灣全省我想 或者我們台灣的每一個人家庭 幾乎都會有這一本 就所謂的農民歷 農民歷 版本不同 可能是廟的 可能是機關的 有的是銀行的 家家戶戶都會有 那這幾年一講到太歲呢 裡面都會講 太歲那一年怎麼樣呢 太歲當頭座 無喜恐有禍 是 他所恐有禍不是說一定有禍 是提醒你 小心你不要認為你太歲 太歲不要輕舉妄動 做事情慎重的考慮 不然的話呢 你沒有注意到的話 說不定災害禍就來了 老師講這樣就是真的 大家不要聽到 太歲當頭座 無喜恐有禍 都只記得有禍有禍有禍 沒有是說恐有禍 所以我們要去把它 怎樣把它轉掉對不對 讓好運接近來 對 這重點在這裡 外運不要來 對 而且我們兔年這一年 要得到降薪 又得到帝望 表示工作方面表現也相當的好 是 所以我給大家評語是什麼呢 評語是 用心經營收獲日豐 還是相當不錯的 就是教理就是能夠好好努力 就對了 是 好 那麼我們把它中間 從從第七名來開始來看 算是第七名 屬於比較壞偏好的 好 第七名的生肖是屬牛的朋友 誰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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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沒有 好 那我們看一下屬牛的狀況 他得到什麼呢 他得到商門跟地界 先強調中國的古老神煞 你不要忘聞生意 他有的是他故作玄虛 很奇怪的名字出來 像這個上門看起來嚇一跳 到底是什麼 沒有沒有 神煞他只是一個提醒你 商門他只是故意說你家人 或者自己 今年你要注意你的健康 是 身體健康 對 好好的保養自己 要鍛鍊 早睡早起 做習正常制裁你的重點 那牛呢我給他評語是什麼呢 掌握機會 有志進程 這個機會各方面都算 你感情的機會也算 或者金錢賺錢的機會 工作的機會都是 你把機會掌握得好 今年有志進程 好 我們跳回來 我們現在看第五名了 就是越來越好囉 第五名呢是 屬豬的朋友 那屬豬的朋友他會怎麼樣呢 我們看一下他得到的是 三合跟五鬼 這樣五鬼不要嚇一跳 什麼真的五個鬼 不是 五鬼就是小人 我們常常講 人哪裡有不犯小人的 工作上你總是要注意自己的人緣關係 對 我最喜歡跟篤齡哥主持 來 站起來 就一看他就是大人 有沒有 他絕對不會是小人 他是大人 他在五鬼搖個三合 三合就是人緣好嘛 人緣不錯 然後呢 這個租金人的財運也相當的好 所以我們得到的評語是 多方得財處處發達 多方得財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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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狗吃月 所以民间习俗就说 得到天狗的那个生肖 今年最好不要去看日月食 日食月食 因为天狗会吃月 有这样的习俗 但事实上我想这不是 睡觉都没时间 一般来讲这天狗 它是属于意外灾害 小心这些身体的平安 但是没有关系 它有天意 天意就是天意贵人 就今年有贵人来帮忙你 各方面还是逢凶化鸡 有灾解灾有难解难 所以我这边给他的一个 评语是贵人多住 心愿得偿 你有什么心愿 想什么去做 会做成功的 老师我知道了 我们等一下排名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这些生肖的人 要注意前面一二三四五 常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会是我们的贵人 对 他们应试比较好 对 不过刚才还是要强调一句 我这里的排名 不是说这边就绝对的好 这边就绝对的坏 是哦 没有这样 因为他是榴莲太岁 他的用意本来就是提醒你 好的人不要 太骄傲 太得意 坏的人不要太灰心 不要太难过 没有的 他只是提醒每个生肖 都要努力的意思 好 那我们先来这前面四个 算是比较好的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四名 第四名是属老鼠的朋友 属老鼠朋友 他的榴莲身上是什么呢 太阴 见路 见路就是得财 各方面都很平顺 但是太阴很有趣的 太阴神上 太阴这个星君 他专门保佑女性 男性也保佑 他特别保佑女性 所以我们说这遇到老鼠的 女性今年运气会特别好 但是男性要注意色情之灾 就是说你是老鼠的男性 你今天要小心 桃花好是好 可能有刺 你要注意一下 玫瑰还是有刺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找艾菲尔老师来 他属老鼠 我不知道 另外老鼠这一年又得到红卵 一听到红卵红卵 所以女性相当好 可以遇到义中人 或者义中人今年可以步入礼堂 今年是红卵 对老鼠来讲 因为他今年是属于 我在偏想太阴是保佑我们赚钱 保佑我们事业钱财的一个新君 所以我给他的评语是 福禄尽临门 招财尽保 钱财滚滚而来 相当的好 那相对的我们先看一下第九名 这边就比较偏不好的一点了 第九名是属羊的朋友 属羊的朋友得到是什么呢 白虎跟滑盖 先说一下白虎 白虎呢 有点像天狗 都是属于意外不测 都是叫你出外小心 不管是你开车啦 去游泳啦 在外面活动 注意一下意外不测 那另外滑盖呢 滑盖算是一种艺术才艺的 你可以花卉你的才华 花卉你的新点字 想新想法 帮助你的工作 帮助你的赚钱 所以我给他的评语是 努力耕耘求某可成 还是告诉你要耕耘啦 对 好 现在我们看好的 好的第三名越来越好了 第三名是属老虎的朋友 属老虎的朋友得到的是什么呢 太阳跟金鱼 那太阳就是我们讲太阳新军嘛 保佑所有人 阳光照耀 工作越来越好 那但是他也是有偏向男性 因为这个太阳偏向男性 太阳比较偏向女性 但是其实我们不要论啦 我们男性女性都不错 只是说如果是女性是老虎的话 你今年你要注意一下 刚刚讲过嘛 色情方面 男女之间的绯闻 说不定会惹上身 好 那我给他的评语是 事业大发 屏步青云 好棒 那这个照说 好的 已经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 他通常我们前面这四个好的 你不要看他好 他还是有坏的 例如说我们在第四个里面 他就有叫截煞 就是说你太好之中 还有提醒你小心 那这边老虎也是一样 是友好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勾角 勾勾地啦 就是是非口舌之类 还是要提醒你小心 好 我们看一下第十名 这是比较差一点的了 是属龙的朋友 属龙的朋友 新的一年 兔年是病符跟末月 一听到病符又好像要生病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流年神 他就是巧立名目嘛 用什么弄什么 就注意 叫你注意健康就对了啦 不是说你每天没事情 你就把自己放纵 然后不注意自己的健康 不是叫你这样子 然后末月是不错的 末月是好的 把你补过来 末月是呢 他是保佑你事业发达 工作越来越兴盛 所以呢我们龙 我们的评语是 修心养性 脚踏实地 实实在在地地 做一步一脚印 越来越成功 好 现在越来越好的了 越来越好 第二名呢是属马的朋友 属马朋友呢 新的一年得到的叫做福德跟天德 福德一听到最好 福德正神嘛 对 一般来讲就是财神 财神到了 在保佑你了 但是呢你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他那个马 今年又得到一个叫卷舌 什么叫卷舌 舌头都卷起来了 意思就是口舌是非 不要说好了很得意 你口舌是非一定多 同事们朋友们亲友们的相处要注意 但是因为基本上是相当的好 所以他的评语是 身关花财 极庆光明 这应该一看就知道 好 看一下不好的第二名 后面算来导述第二名 是属狗的朋友 那属狗的朋友是什么呢 死伏跟月德 这又是名词 在看了都讨厌 其实你们家里都有这一本 你们去看一看 就是有这些名词 什么死伏病伏 没有他提醒你而已 不要说看着哇 吓一跳会怎么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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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到这样的程度 那而且他有个月德 月德就是逢凶化吉 来庇佑你 好的神煞来保护你 所以你是很放心的 那另外呢 狗的朋友呢 今年又得到一个叫小号 小号就小小的耗损 钱财方面也要注意 那我给他评语是 行善积德 平安是福 多多做好事 这样你的运气转起来 好 最后是对结了 我们还有两个生肖没有出现 一个是极好 一个是极坏 老师可以同时开吗 总是要一个先后吧 不能同时点 同时点吗 对啊 要不然来对查 现在剩什么 剩猴 猴跟鸡 我是属猴 你属猴 对啊 那 朱银哥绝对把你拍上帝师 没有 开玩笑 好 我们同时对结 好坏同时开讲 我们主持人对决就好 第一名属猴 因为他在现场 好 那我12属鸡 还是怎么样 这样好意思吗 那我第一名 对啊 这样子比较平衡一点 不好意思 我就不要拔掉 你说我 开讲咯 猜到了就赢了 猜到第一名的就赢了 那输得要怎样 输得就 给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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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红包 哎呦 这个事情要严肃地面对 我们有希望了 掉红包 要严肃面对 严肃面对 我赌鸡 对不对 好 看一下这两个了 一 二 三 给钱 最好是 给钱 最差是鸡 但是我再强调 这不是 吉好吉外 这个不是绝对性的 只是说 如果说以猴跟鸡来讲 猴因为今年他得到的叫做 子为跟隆德 子为隆德根本不必解释 一般我们 神煞看多就是 这一定是好神煞 天宗的最主要的心 子为隆德 但是他有个天二 不是说好的就没事 我们所有的生效都这样 那一年有好就会有坏 有坏就有好 那现在是很好 隆德子为这么好 但是他有个天二 天二就是意外 你想不到的事情 你还是要注意 不能说平安无事 我很得意 我很骄傲 今年我最好 我大赚钱 你在赚钱的过程 工作的过程 你还是要小心注意 好 那我给他评语是 万事吉祥 名利双收 我们小梦老师的 谢谢 恭喜 所有水和后的朋友们 好棒 现场只有你一位 对 那来 是我吧 对 请会 谢谢 没有 因为我都有在布施 我们自己的家里 有有有有 他去年 去年他多少 50 才50哦 我来加码500 不行的哦 我刚刚下来的小梦老师 不会啦 我不会啦 小梦老师 今年有加 打开人家红包 今年有加 有加有加 那是 有一些人家红包 他就是帮那种 不可以 怎么可以看出 啊 掉下去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掉下去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 不小心掉下去了 老师听话的 看到了 这样啊 把它拿出来 对哦 这样啊 把它拿出来 换名次了 可以自己加的啊 对啊 你看你要加什么 你也加一个啊 小梦老师 5520哦 我没给大家打几出来 没关系啊 可以刷卡 我们从那个通告费 陷阱 好啊 好啊 没有带现金 以后用通告次数来抵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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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加一下吗 对啊 我在外面加哦 对啊 在外面加一下啊 这加算谁的 还算谁的 当然算他的啊 飞鸿是鎖铃鸽的吗 对啊 啊 飞鸽鸽鸽鸽 太多了 对啊 太多了 小梦老师今年有很多通告 可以上 对啊 小梦老师来签名一下 对啊 签化鸭 我签哦 老师 刚刚有ATM ATM 跟你讲 你要赶快把数字点上去 对 然后前面要写钱 不然 大家都往上加 你怎么办啊 对啊 怎么办 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这样 对啊 然后签名 这样子 你看 本来他没什么感觉 我小闹小姐 就好 OK 你知道 这张 製作人 我们这样可以了吧 对啊 对啊 我们最后还是要讲 对 最后还是要讲 最后您还有一个鸡 鸡为什么会最坏呢 是因为它得到的叫做 碎魄 通常是碎魄跟太岁相冲 所以那一年通常是最不好 那还有它得到一个 所谓的大耗 大大的耗损 就表示各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你也放心 它还是有月恩 月恩就是一个吉星 吉星来保佑你 逢凶化吉 另外呢 因为这个是碎魄 通常我会建议你新的一年 最好去安个光明灯 或者安个太岁 求神明的保佑让你平安 所以我这边的评语是 和气自祥 容忍千让 还是要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好 最后的结论 生日生肖 每个生肖 都是新的一年 平安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迷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点书官方粉丝团